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很有创意的女士时尚的羊毛套头衫啊 首先来说她最大特点啊,在前面这个位置是这样的啊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她不使用,没关系啊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位置做适合自己的修改啊 首先我们介绍她的相关情况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本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你所看到的摩托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 正是我们要为大家要讲解的这一件啊 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件服装 好,她采用的毛线呢,是纯羊毛的粗线啊 整件衣服,毛线的用量是一斤五两线 因为她的花纹比较复杂啊 所以呢,用的毛线相对来讲多一些啊 那么纯羊毛的粗线直径是多少呢 给同学们看一眼啊 直径2.5毫米 织针六号织针 它是由四小谷组成的啊 你看我们给它打开之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用这个针和这个规格的线来编织正针的话 每织两针刚好等于一厘米宽 每织二十四行刚好等于十厘米高 这是它的一些重要数值 你们在选购毛线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它是怎样织的 实际上它是环形从哪啊 这儿啊,从下摆起的针啊 环形向上织的 那么我们一共给它起了多少针呢 一百七十二针 这一百七十二针呢 我们环形着一直向上编织了这种拧针的单螺纹 值了多少? 八厘米 到这儿 八厘米高啊 织完这八厘米之后 我们给它做了调整 做了花纹上的调整 同学们准备截图 会给大家看一个叫正身排花的这样的一个截图 先把图截好啊 然后给大家讲解啊 好了,你已经把图截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 哎,这帧数不对啊 和我们的这个组的帧数相比 它的帧数是不对的 但是你仔细看 它前后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 这个花纹啊 刚好是那个花纹乘以二 明白了吗 就是你刚刚截图的那个排花的 下边的一个复制粘贴 大家理解这意思了 对不对 好 按照刚才的花纹排花的编织的这个规律啊 我们环形向上织 注意了 你的所有的花纹 比如麻花啊 它多少行一拧 这个很重要 同学们准备截图啊 你所看到的主要这个麻花呢 是由六针组成的啊 截这张吧 六针麻花 六针麻花第八行 看到了吗 没错 六针麻花第八行 所有这个麻花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大麻花 如果大家能看懂的话 就截个图吧 如果看不懂我会一一的讲解啊 也就是说整件作品 它是由若干个小麻花和前面的一个大麻花组成的啊 小麻花我们已经知道了啊 六针麻花第八行 拧 那么最大的这麻花啊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这个二十针的麻花要怎样拧呢 同学们一定之前呢 接触过这一类的麻花啊 拧针啊等等 你会发现 如果针数比较多的麻花 我们要用普通的拧针的方法 在这个位置就会打很大的一个结 而且不舒展 但是你发现这个了吗 哎 它能撑开 至于它的奥妙是什么 一会儿我给大家讲怎么织啊 我们现在先来说 按照排花 我们环形向上啊 把这个地方看 从这儿到这儿 我们向上织多少 一共给它向上织十二厘米 按照花文啊 排花 也就是说我们要织到这儿 同学可能会问 哎 为什么这件衣服的麻花 跟普通的不一样 别的麻花拧针和拧好针的位置是横着的水平的 为什么它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呢 啊 给大家翻开 你就会发现 no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怕它拧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大疙瘩 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 非常规的方式 来干嘛呀 来编织的这一部分啊 哎呀这光线真好看 那么我们怎样来形成的这一部分 首先来说啊 你要把哪一部分放上边 你就光纸这一部分 看到了吗 啊 你就光纸这一部分啊 下边这儿 你看 下边是单独纸的 凡尘会之麻花同学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 你下边呢是单独纸 也说这时候 你实际上是怎样呢 你是往返织的 明白了吗 啊 两部分分别往返织 但是 上边这个每往 每向上织 隔一行啊 每向上织两行 就要跟叠子 给它带下织织 大家可能会不了解它啊 其实就是把它带起来织 你看 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 它不是两部分吗 对不对 两部分 其实我们在织的时候啊 就是在 就是你越过它上边的时候 把它从底下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是反针啊 我只能给大家这样 举个例子就好了 从反针的位置底下 这你看 跳出一个针套来 然后怎样呢 在织的过程当中 给它 和你要织的这一部分啊 给它放在一起织 由于我又挑又合 所以 总的帧数上 不会有变化 明白了吗 啊 也就是上边 我们不是二十针马花吗 上边的十针 我们在往反往反织的过程当中 只要一接触到下边 隔一行 就把它底边这给它啊 挑出来一部分 要和我这个连在一起织 记着了吗 它就形成一个这样 交错的马花 而不是一个 哈哈拧着的马花了 记着了吧 好 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整个的过渡的这阶段 大概是需要四厘米的高度 也就是说 当你知道这儿 整个的马花已经顺利的 看啊 整个马花已经顺利的拧完 你就已经将近十六厘米了 注意到了吗 好 这个时候来到十六厘米的高度之后 这个时候来到十六厘米的高度之后 我们这次就要大大方方的开始往返往返直了 注意到了吗 也就是以中间这个马花 左时针 右时针为戒 往返往返向上 扁扁扁啊 那么 扁扁多高呢 同学们看啊 要到这儿 总的高度 我们需要向上一共再给它 扁多少呢 31厘米啊 到腋下 给大家写张 扁扁啊 也就是说这31厘米 31厘米是不包括之前大家底边起针的那个针数的啊 不包括那个你的那个螺纹的部分的高度 因为那个我们不支了8厘米 对不对 所以这31厘米只是从哪儿三起啊 从这个地方到这儿 这个高度啊 是31厘米啊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嘛 分前后片织了啊 一个最大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我们分前后片 不必要在页下这儿 有过多的简针 而是怎样啊 直接啊 就按照总的针数的二分之一来分别织前后的部分 但是你别忘了 由于你在这儿呢 已经给往返织了 所以现在你是三部分分别在织 左前片 右前片和后背片 接就了吗 好 在你向上支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注意看啊 你的整个后背片还是按照花纹原有的规律 在向上支的啊 但是 你的前片 注意了啊 前片你要把左右各两针 给它 就是编针啊 给它改支 正针 这两针要改支正针啊 同时大家都会支菱形花纹 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就跟菱形花纹的性质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我们一边分别向上往返往返支我们的这个前片 一边要跟菱形花纹一样 隔一横 将麻花这部分给它移针 而不是剪针啊 给它移针移到这两针的右侧来 移过来全都支横条纹针 也就是锁链针啊 移过来全支锁链针啊 请你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的右侧 这就是你的尖头那个花纹的编织方法 看到了吗 看上去极其复杂 但实际上我也给大家讲 你会支过这个花纹啊 一点大家都能透了啊 也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呀 就是支菱形针 这不复杂啊 别这样留意同学看 哎呦这好难 这一动 这还有这个 没那么复杂啊 也就是我们按照原有花纹的规律 往返往返向上编织 隔一行将麻花的这些针数啊 往这边移一针 隔一行移一针 隔一行移一针 明白了吗 别移的太快啊 正面移反面就不要移 就是原样支 移过来针都支锁链针 一行正一行返 一行正一行返 按照这样的规律啊 这边它也是一样的 注意了 在向上织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啊 往返织的嘛 整根针片 对不对 那么高度 我们要将这个大口子啊 向上织多高呢 然后给它 还要再合呢啊 同学们别忘了 也就是 从16厘米的这个位置啊 算起向上 也是给它织多少啊 16厘米啊 同学们看 也是向上织16厘米 这位置 大家看 也是向上织16厘米之后 我们就要将整个的前片 你看这时候 分别织 现在要合成整个一个大片 继续向上往返织 这儿的规律 不变啊 同时 这个位置的织法 跟刚刚一样 也就是说 通过刚刚这种方式 织织上边的这个 石针啊 压住底边这样 往上织织的过程当中 这一部分多少 也是4厘米的一个空档啊 一个高度 好了 这时候 我们给它这边按照规律 这样来的啊 向上织的过程当中 整体高度 从页下算起 一直到上边这儿啊 达到18厘米 你看 达到18厘米啊 因为这位置是拽着它的 拉直以后 它就是18厘米了啊 也就是说 从你页下 开始分前后片织 算起向上 一共18厘米 包括后背片啊 后背片没有做 打窟窿眼 打窟窿啊 你看 后背片没有往返织过 你看到了吗 向上的后背片 也是改成了正针了啊 我们就这样往返往返向上织 后背片和前片 都达到18厘米 先说后背片 你达到18厘米 那么 前片这个位置啊 高度 刚才差点给同学们讲错了啊 忘了说这儿了 也就是 后背片你够18厘米 而且没有经过 拧这个花纹 后背片只是上来的啊 也没有这个洞 它到后背片到18厘米 然后我们前片 合成了以后 往返往返织 两边这儿还这样走 也就是我们 这样 整个前片 向上织了8厘米之后 我们要开始在这儿干嘛呢 减领口 首先领口的正中 我们给它选14针 干嘛 平流 平流这14针 然后我们在两侧这儿干嘛呢 进行减针啊 怎样的规律 同学们看啊 首先 我们在领子这14针的一侧啊 每两行 减3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两针减两次 每两行减一针减两次 看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方法 把它减完 按照这样的规律减 这边呢 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啊 在进行着一针 它可是一针 它不是减针啊 这点同学们不要搞错啊 好了 完成了这个之后 前后片都达到18厘米高度之后 我们前后片给它 各取相同帧数 也就是说这位置你剩下多少针 假设剩27针啊 后背你也取27针 前后肩头 非常均匀的 舒展的给它织缝上 看到了吗 在这位置织缝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挑织领子的环节啊 整个领子的部分 我们需要给它 环形一共挑出多少 92针来啊 如果大家不能一次性挑好92针 那么就给它 挑出所有针来 细腻的挑出所有针啊 第二行的时候均匀的 给它减制92针就好了啊 然后我们给它向上 将92针织的是什么 双螺纹啊 双螺纹的部分 我们要向上给它织18厘米高度啊 达到这个高度之后 然后我们就直接给它收针 收完针之后 这18厘米刚好可以这样 这样一个状态啊 好了 然后就来到了什么呢 袖子啊 下个环节 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袖子的织法 下个环节